全球2021年度腐敗感知指數最新調查報告顯示 在180個國家中 最連結的國家是丹麥、芬蘭和新西蘭 在100位買分的標準下 他們都得了88分 美國67分 另有2 3的國家在50分以下 中共得到45分 排在第66位 2020年 中共的得分是42分 排在第78位 評論人士指出 多了3分 並不代表中共的腐敗問題減少了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分析 數據的變化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中共的貪污腐敗的案發率降低了 並不是說貪污腐敗減少 而是案發率 也就是說現在越來越不那麼容易出事情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貪官污吏學得越來越精了 越來越有技術手段 法律上的辦法 去規避被查處 也就是說他們對抗查處 這個對抗司法的這個能力提高了 因為黨的有很多官員呢 即使他在履行一個職務行為 他在做一件他理所當然的 他的職務要求他所要做的事情 他也不做 因為為什麼他沒有油水 他就不做了 所以就是變成一個消極不作為 近年來 黨媒不斷批評中共官員消極代工 怕出事就不幹事 一些人感覺不自在了 撈不到好處了 消極代工不作為不說 還編出這一套說詞 賴建平說 中共官員消極代工不作為 是以犧牲社會效率、犧牲政府基本職能為代價的 中共的貪腐行為早已越過邊境 流向全球 近年來 總部設在德國的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多次發報告 指中共存在嚴重的海外行賄貪腐問題 進行這個國際政壇的一個遊說活動 賴建平說 中共一直是用金錢利用 甚至脅迫讓外國政客支持他獨裁專制 賴建平說 由於中共沒有別的道義力量 他就靠金錢開道 他的一帶一路也是靠責任的力量 要行賄各國政商界取得一些基礎設施的投資權、經營權 甚至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戰略要素進行控制 很好的方式來嚴肅對待中共的這些腐敗 那麼世界會因此遭受更大的損失 很多規則會被破壞 透明國際主席指出 確保公民社會和媒體有言論自由 並且掌握笨择的權力 是通往根治腐敗的唯一可持續路徑 如果有可能知道去歷免 就去到達傘壁 去到達傘壁 去到達傘壁 對抗開了 就是 對抗開了